又多一個團體面臨解散 這次終於輪到香港最大工會聯合組織之一 代表著145,000名打工仔 成立了31年歷史的香港職工會聯盟 簡稱職工盟 今早跟職工盟主席王賴元通電話時 他仍然表現得相當激動 形容自己心情沉痛 覺得愧對李卓人的期望 職工盟落在他手上時 竟然要解散這個地步 又說愧對香港人 愧對工友 實在無法接受到職工盟31年的基業 來到自己的手上 就變得什麼都無能 不斷問自己是不是一個敗家 其實時而世逆 他實在不應該有這個想法 自從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晰的紅線 究竟在哪裡 為求自保 要面臨解散抉擇的團體 都不僅只有職工盟一個 原本有20個人組成的職工盟執委會 上星期五已經剩下4個人 剩下主席王乃元 副主席鄧建華 師傅鍾松暉 以及在囚的秘書長李卓人 其餘的執委都已經離任了 職工盟昨天召開記者會 交代啟動解散的程序 主席王乃元先回應了 近期親中傳媒多項的指控 他否認職工盟是外國代理人的指控 還說是無法理解職工盟為何被批評 為煽動罷工或支援新公會成立 認為組織工會甚至發起罷工 都是基本法保障的權利 反問是否職工盟屬於非建制工會 就是揹著這個原罪呢 隨著民陣、教協、石牆花等組織解散 職工盟其實在新的形勢下 早已有解散的心理準備 今早黃乃元表示 近這兩個星期 是有成員陸續收到更多的訊息 感受到如果職工盟是繼續運作的話 成員的人身安全可能會受到威脅 他又一再強調 問題在於他們的存在 只要職工盟繼續在這件事本身 就已經是一個原罪 即使個別的成員辭職都是無保於事的 如果繼續運作的話 成員可能會面對風險和代價 但黃乃元沒有說明究竟是哪一種威脅 究竟是自身安全的威脅 還是法律上需要承擔風險的威脅 被問到成員收到甚麼威脅訊息時 訊息是來自哪一道時 黃乃元說他不能透露更多的細節 發放這些訊息的究竟是甚麼人 他們所代表的又是怎樣的一股勢力 我相信不會有人知道 現在不會 將來都不會 想下去真是有點恐怖 已經辭任總幹事的蒙兆達 日前曾經說過 自己是基於安全考慮 而需要緊急離開香港 形容有一種強大的力量 是迫使他作為父親和總幹事身份之間 要做一個痛苦的抉擇 職工盟執委會上星期四晚 通過啟動解散機制 10月3日會將解散議案 提交給特別會員大會討論和表決 各屬會擁有的票數會按會員人數而定 目前大約有100票 屬會員大會一定要有50票出席才行 如果在席有80票數在贊成的話 就可以通過解散 至於有沒有就解散這件事 和正在環額的秘書長李卓人談過 黃乃元表示李卓人尊重他們 因應形勢而作出的判斷 職工盟現在有96個屬會 有些屬會像教協一樣 大約10個已經退出了 現在剩下的大約是80個屬會 他們暫時都沒有收到屬會通知 因為職工盟解散 而屬會都要解散 黃乃元說面對著瘋狂的政治抹黑和攻擊 大部分屬會都仍然願意和職工盟站在同一個陣時 他重申職工盟是沒有做錯的事 亦沒有做違法的事 31年以來都是朝著四大綱領 即是團結、專業、公義、民主而努力 為勞工權益打拼 現在只是在政治形勢轉變之下 實在是沒辦法再運作下去了 黃乃元表示 即使職工盟解散其他屬會都仍然在 仍然可以繼續獨立地處理求助的個案 只不過不會再得到職工盟的支援 他說對屬會深抱歉 看不到職工盟有任何生存空間 一提到解散 都要提到究竟職工盟還剩下多少資金 資產和解散後會如何處理 在昨日的記者會 黃乃元表示 仍然需要和會計師點算資產 暫時沒有辦法提供到確切的數字 又說即使職工盟解散 都期望將部分款項搬給其他勞工團體 包括他們的屬會 希望令未來受委屈的工人能得到幫助 隨著職工盟面臨解散 他的勞工的法律諮詢熱線亦會停運 下星期起亦會停止接受捐款 職工盟不能再為屬會處理新的個案 至於正在跟進的個案 就會和屬會商討盡量將影響減到最低 說起解散 順帶一提的就是 支聯會常委會上個月底 都通過啟動解散程序 他們計劃在今個星期六 即是9月25日 開特別會員大會 決意解散 現在復營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和前副主席何俊仁 聯名發了一封公開的呼籲述 在一封信中說 當前的社會環境 他們認為支聯會最好的處理方法 就是主動解散 公開呼籲成員團體的代表 是支持解散支聯會的 因為支聯會是用擔保有限公司註冊的 解散的特別決議 要在特別會員大會 得到出席和參與表決的 四分三成員的支持才有效 下一個繼續受壓的 將會是香港記者協會 大公報和文匯報是繼續發功的 還很清晰地將香港記者協會 標籤為一個反中亂港的組織 指責他們長期為黑暴和黃色媒體互航 不知道香港記者協會又能夠撐得多久 於是我們看吧 Ish 我看到本節目 大概5個小時 有觀眾朋友 我們 可以去講幾個小時 資料 約正前一個 宣划 進的 第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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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